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发展医院义工服务 推动社区参与关围病人的工作 后来改名为社区参与义工服务部 90年代初 医院管理局成立 为了加强对病人的整传照顾 提升病人和照顾者的病患管理能力 促进医社合作 帮助病人重庸社区 相继在核下的医院设立病人资源中心 病人资源中心的成立 正好与社区参与及义工服务部的终止相同 希望可以进一步优化病人支援 基于这个理念 医院将两者的服务结合 更加取名为健康资源中心 以减低病人的病患角色 让所有服务使用者 都能以积极正面的心态 追求全人健康 就是这样 医院健康资源中心 在1995年Astrolok城时 同步投入服务 成为现时46间中心中 最早期发展的其中一间 过去二十多年 在医管局的支持和带领下 各间医院的病人资源中心 在义工服务、病人支援 以及社区协作方面 都有理想的发展 为了整合各中心的工作 和配合未来服务发展 医管局客下的病人支援 及义工发展督道委员会 在2015年清晰明确地 为病人资源中心 确立了以下三个工作目标 作为医院与社区之间的重要桥梁 倡导社区共用 为病人与照顾者赴能 提升疾病自我管理能力 与医护、病人、照顾者、义工、社区团体 及病友组织保持联系 建立紧密的伙伴合作关系 同时也订定了病人与照顾者赴能 支援病友组织、义工服务及发展 以及社区协作及建立伙伴关系 为四大核心服务 我们现在就以这四大核心服务作为蓝本 逐一为大家介绍 基督教联合医院健康资源中心现时的服务 中心会与临床部门 与社区持份者携手合作 举办各项为患者负能的适应 及疾病管理课程 述前及述后讲座 心理社交治疗小组等 令病人与照顾者 都能以正面的态度面对病患 增强自我照顾及疾病管理能力 为重用社区做好准备 另外中心设有健康资讯图书局 提供不同病类和治疗资讯 比较需要的人士 而在医院大堂的病友支援站 以及病友组织资讯站 也可以同时为病人和访客提供疾病 和社区支援服务的资料 中心积极发展和培育病人 互助小组 协助巩固病友自助组织及互助网络 亦和医护团队 社区团体 以及地区病人自助组织合作 透过分享会 门诊会谈 病室探访 电话为问等的病人及照顾者支援服务 发挥互助互面的果效 中心协调医院不同部门和服务使用者的需要 发展、组织、管理和督道医院义工服务 更加鼓励和培训康复病人成为贫贝义工 以过来人的经验 帮助新症患者积极面对病患的挑战 同时实践充权理念 丙承无常医院的概念 丙承无常医院的概念 中心会联同各持分者筹办疾病认知社区活动 执行医社协作项目 帮助出院病人在社区延续复康进程 另外 亦会举办交流活动 增加市民对医院服务的信任、接纳和支持 体现医社一家的服务协作模式 过去25年 健康资源中心的服务得到各界的认同 实在有赖医院各部门同事 和社区合作伙伴多年来的支持 随着医院管理局总部近年再进一步 扩纳资源中心的角色和服务发展 加上本院的扩建计划逐渐完成 将会成为一间智慧型医院 健康资源中心会与医院同步成长 继往开来 与医院内各团队和社区合作伙伴攜手努力 提供更多元化更全面的服务 以回应区内日渐庞大的服务需求 为病人及照顾者提供更全面的照顾 建立健康和谐社区